一分钟教大家正手位的逆旋转下选短球 首先我们的站位需要重心低一点 因为我们是发逆旋转 所以手腕需要更加的灵活 那主要是我们用上大拇指跟食指 你的虎口捏住球拍肩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握住球拍了 那另外三根手指处于一个辅助的状态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抛球的时候 手腕就要向内收了 看到没有这样的话 它的一个幅度会更加的大 那我们随之呢 可以这个胳膊可以稍微的抬起来一点 因为要向内收 要向外展 那我在接触球的时候 下选球要接触球的一个底部 去摩擦球的底部 还有在球拍的位置 是在球拍的中上位置去出球 那我们要发的短球 就在自己球台的啊 第一跳在自己球台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去跳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学会了吗 记得给我点点赞哦